我们来看的就是王毅 中国大陆的外长访问美国 10月26号展开为期三天的 华府的访问行程 当然已经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稍后也会见到 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Sullivan 会双方进行会谈 当然美国总统拜登也传出说 有可能会进一步来接见王毅 要安排的会不会是 APAC的拜习会 王毅除了会谈尾巴冲突 重头戏当然还有为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出席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APAC的领袖峰会来铺路 现在我们先分析一下 目前持续在加剧 而且不希望提高局势的 这个以哈冲突 美中会怎么样联手 如果先问会不会联手 那如果会 会如何来联手化解 目前的中东危机呢 委员 应该这样讲 我想大家都知道 这一次美中若两个领导人 可以见面的话 那当然对于美国来讲 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美国处心的几率在安排 因为毕竟美俄已经发生问题 美中也发生问题 但是现在尾巴的问题 造成了整个中东 尤其是穆斯林世界的大反弹 所以在这个部分 美国非常明确 站在以色列这个部分 但是对于巴克斯坦的部分 当然能够失利的 还是以中国为主的 所以说这一次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 包含刚刚所讲到 原本美国对于中国大陆 科技方面的制裁 大家可以看到 原本要登场的更严厉的制裁 现在都慢慢的 先放缓 先放缓 或是有些软滑 对 两害相权其与其亲 所以对于美国而言 现在先把这个尾巴的情势 能够稳定下来 对他们来讲是最重要的 毕竟美国没有能力 一次开三条战线 对俄罗斯 对中国 再对中东的穆斯林世界 所以对美国来讲压力非常大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美国必须放软的身段 然后来跟中国大陆 求取一条合作的道路 那么俄罗斯方面也表示说 哈马斯访问俄罗斯 因为是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 代表俄方 表示说哈马斯的代表 在10月26号到莫斯科访问 俄哈举行这个会谈 是因为俄罗斯要求立即释放 在加萨外国人职行动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现在来看到的是哈马斯 现在也找上了俄罗斯 可是回到俄罗斯这边 普丁到底他介入调停 但是又要怎么样的 不被绞进这个以哈冲突的浑水 现在看到美中俄三方都已经入局了 可是这三方加入 会让中东的局势是更加的复杂 还是有可能为停火带来希望 其实这是这个俄罗斯 中国跟美国 其实在这场这个以巴的冲突 其实都各有角色 只是美国是比较明确 他就支持以色列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 目前为止俄罗斯跟中国 其实他们都采取比较一个模糊 而且希望就赶快停掉 你看我现在举这个俄罗斯为例 在这个前几天的这个一个巴斯所提出的一个人道 就是主义停战协定里面 15个安理会里面呢 安理国里面其实12个就是资产成的 就两个弃权 一个是英国 一个是俄罗斯 那美国当时是反对嘛 这个时候这个俄罗斯是弃权是模糊 此外呢 俄罗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把这个 这个哈马斯当然是一个叛乱组织 这是他模糊的地方 那之所谓模糊的部分他当然第一个 他这一次的这个这个尾巴冲突 其实对俄罗斯呢 他有这个微微就造的那种舒缓的感觉 因为其实你看最近这个乌俄战争 比较少人提了 那没提 然后此外这个美国也好 或是这个欧盟北约 其实对这个事件也没那么迫及着的 迫及着这个俄罗斯 所以他认为说现在以托待变 其实对俄罗斯是比较有效果的 那当然这次呢 他这哈马斯代表会去访问莫斯克 是从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因为这个有四名俄罗斯的公民 被杀还有六名失踪 所以当然俄罗斯 他也是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 希望他们能够不要再去绑架这个人质 那其实看起来呢 在这个状况底下 普京似乎他一直要采取一种平衡的立场 而不是直接介入这个尾巴的冲突 以获取更大的空间 所以不会更复杂 反而是会有希望 对因为只要不要跟美国一起缴获 就美国去支持这个以色列 然后呢这个俄罗斯跟中共不要去 不要去另外再支持 特别哈马斯道 那我想这个战局可能会更加单纯 而不会变远复杂 不过在这个时候也看到了 乙军不断的发动一些零星的攻击 根据以色列的时报报导说呢 以色列国防军呢 再度趁着晚上夜间出动他们的步兵 还有呢以色列这个国产的坦克 他们出动的是坦克骑袭 这个坦克就是梅卡瓦主力战车 是以色列国产的 那对加萨北部进行了针对性攻击 那军方表示说呢 袭击了250个恐怖分子的据点 基础设施 还有反战车飞弹发射基地 而且国防军是认为说 他称说这次的这个攻击 是为了战争下一阶段的 全面地面攻击要预作准备 这次发动坦克的骑袭 在战术上是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 以色列国产的这个梅卡瓦主力战车 它的战力是如何 其实这次的这个以色列 它还是跟上次一样 利用夜间突袭的方式 为什么 首先它是希望能够借由夜间突袭 发挥它的科技优势 因为以这个哈马斯的这些民兵来说 不太可能每个人都配到人手一部 夜市装备 所以如果以色列来攻击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相对来讲 哈马斯的这些民兵就只能被动的迎击 而且相对来说根本你看不到敌人 但敌人看得到你 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说 他们反而有一枪点一个的这样一个优势 那另外他这次动用到的这个组装备 他做这样一个任务 主要我个人认为还是在一个 就是那个装甲 就是战斗侦察 也就是利用战斗部队突入的方式 去寻找那个就是哈马斯民兵的这个主力之所在 或者说是重要这个军事设施跟据点 那马卡比这个主战车 其实它当初在研发的时候 就已经相当吸收了过去中东的这个 历次的抵押战争之中 他们所碰到的各种问题 然后把这个车把它作为一个最新的 把过去的那个经验改良在这台战车上 譬如说我们看到以这个主战车来讲 现在世界各国主战车 它的这个引擎一定是放在战车的后面 但是呢 马卡比这个车呢 它是把引擎放到前面 它是个前置引擎的战车呢 为什么它要这样做 因为如果说今天你在战车前进的时候 相对来说 你有可能遭到的这个炮火 最猛烈的就是来自于这个车辆前方 但是你引擎通常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组件 那这时候如果你遭到敌方攻击的话 因为其实你的车被敌弹击中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引擎被击中的话 虽然说引擎可能立刻就丧失动力 或者是不能再动 但是呢 至少引擎可以帮助 等于说是一个负增的一个装甲 就是除了装甲之外 这个引擎它本身 尤其也是密度非常高的这个铁核心所组成的 那这时候有可能会让后面的组员 能得到更好的生存性 因为如果说今天在战斗中 我丧失的是战车组员的话 因为像六日战争 他就损失了非常多的这个战车长 因为当时的这个情况 让很多以色列的这个战车长 必须要整个人探出战车 去指挥战车作战 因此在六日战争中 以色列装甲兵损失的最多就是战车长 但以色列也发现 这个战车长 就是说训练有所谓的这些组员的这个损失 你后面可能要花非常长的时间 才能够补过来 所以马卡比这个车 又非常重视这个组员的安全 以色列这次的棋袭 也看到之后 看到哈马斯宣称说 造成至少有50名的人质 因此丧生 当然是希望对以色列军队 产生一些压力 不过在发动这个全面地面进攻之前 马老师觉得以色列会怎么样 针对目前就是在加萨地区 他们誓言要扫荡 要消灭殆尽的这个哈马斯进行攻击 就是按照现在就是夜间出动 然后反复袭击吗 是 我觉得就这个成理上判断起来 以色列反复袭击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因为你看加萨那个地方 大概宽10公里 长40公里 它的有一面是地中海 这个地中海完全是被以色列包围的 那另外的两面是以色列境内 只有南面是这个埃及 然后以色列对于加萨这个地方的进出 人也好 户物也好 完全控制 所以说哈马斯手上的武器 我相信在现在已经在作战状态 它是完全取得不了的 也就是它的子弹打一发少一发 如果是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是以色列我一定会反复的攻击 去消耗你的弹药 打消耗战 打消耗战 而且我可以针对你的这个军火库 做攻击之外 你在战争的过程里面 你也要消耗你的这个 所使用的武器 那到最后 哈马斯会变成一个 没有武器使用的状态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以色列 最后一击打进去是有帮助 所以它这个消耗战一定会用 而且现在纳坦雅虎它在国内 受到的压力非常的大 关心国际大事 掌握两岸动态 珍惜地缘局势 周晚到周六 晚间九点 环宇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传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 开启叫铃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